孟德非常厲害 他長年在苗栗居住 然後創作了非常好多好聽的歌曲 自己本身就很會講客家話 所以對於新一代的人來說 創作客語歌曲 用客家話來創作不是男生 但是這個人 你不要看他長得這樣子 你愛玩的模樣 你的歌曲好多都好走心喔 可以分享一下 為什麼你創作的歌曲都這麼走心嗎 這麼走心嗎 你是雙魚座的多愁善感是不是 喔 也有雙但不是 雙魚座 對對對 他代表會演唱兩首 一首是 客家話中文的意思就是走過 走過人生的路 走過家裡的小巷 走過世界各地 另外一首是 阿波的意思就是指奶奶 聽歌名就可以知道 是一個非常往心裡去的歌曲 所以 孟德啊 為什麼你會想要創作 跟阿波勒 韓溝是我第一首寫的客家歌 然後他算是 我無意間彈著吉他 然後 我把客語當作是一個元素 哼哼唱唱 然後把我自己生長的一些過程跟環境 都寫在這歌裡面 然後不小心寫太長 所以那就出一首阿波還 沒有 那是同一首啊 那阿波的由來是什麼 其實阿波的由來我等一下會跟大家介紹 好 喜歡賣關子就對了 對 可是他其實阿 長年都在台中生活了 自己住房子在台中 這一次要用客語歌曲 然後跟台中的好朋友來分享 感覺怎麼樣 還蠻好的 因為我在台中可能都唱一些 為了生活嘛 就唱一些大家很喜歡的歌 哈哈哈哈 對 因為大家可能對於可能原創的作品 或是客家的作品 又更陌生一點 所以共鳴的程度可能更少一點 對 那如果在 譬如說我平常又在一些 酒吧 然後就是 駐唱的地方 駐唱的 所以能夠在這個地方 然後今天有 有緣跟大家見面 然後分享我自己創作 還蠻開心的 是很棒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客家歌曲 有些是新生代的客家的音樂 很多都是在描述自己的故事 大家可以聽聽看 看在異鄉的你們 有沒有聽見自己的故事呢 讓我們掌聲歡迎 工德 然後我要唱的第一首歌呢 其實 跟剛剛影真介紹的 兩首呢 都沒有關係 哈哈哈哈 沒有開玩笑 就是我這樣唱的第一首歌 其實是我小時候 可能 如果是客家 或是不是客家 你都會聽過的一首歌 叫做 天公落水 意思就是 下雨了 天公下雨了 這種感覺 但是這首歌呢 大家對他的印象 應該就是 你們 腦袋裡想像的 客家歌的樣子 那我也 透過這次的演出機會 把它做了一些改編 那希望大家對 客家歌曲 可能有不一樣的認識 這樣 天公落水 希望大家也喜歡 不一樣的感覺 想知道 那麽 對 forgive 幾次 都 說